嗨好 今天我们要来试驾的就是这台马自达全新的EZ6 这台车可以说是马自达去面向新能源市场转型 一款非常重要的车型 相信大家对这台车肯定会有两个疑问 第一点就是既然是一个面向新能源市场的产品 它的智能化水平能否达到现在尤其是国内市场的第一梯队 第二个问题就是它是否能延续马自达在操控这方面的基因 今天我们就来试试看 首先我们还是简单来看看外观 其实从非常大尺寸的隔山的轮廓 包括中央马自达logo以及U型的尾灯设计 你还是能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台马自达的车型 整体的辨识度还是非常高的 当然我觉得相比起燃油时代的马自达车型 其实这台车它的棱角会更加的分明一些 也包括说设计更为犀利的大灯 还有它隔山周围的这种灯组的设计 我觉得确实也让这台车更有那种新能源车的味道了 不知道大家对新世代马自达这套设计感觉如何呢 第二点就是尺寸以及设计上的一些细节 首先这台车的车长是超过4米9的 然后轴距差5毫米就达到2米9 它的定位是一台中型的轿车 同时你可以看到这台车也采能像这种无框车门的设计 包括这种溜背式的造型 而且它整个车身的姿态就是这种向前俯冲的状态 我觉得确实看上去还是非常有动感的 另外就是这台车的尾部也有这种电动控制的尾翼 它在你时速达到90以后会自动升起 当然你也可以手动的控制它的升起以及关闭 除了说看上去比较拉风以外 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就是当你时速比较高的时候 尤其是在你高速循常遇到一些紧急情况去中刹的话 它提供的额外的一种尾部下降力 它会让你整个后轴的轮胎的抓力更强 保证整个车尾在中刹时的稳定性 所以我觉得小设计整体来讲还是挺讲究的 另外就是我们这台车 它其实选装了19英寸的低风组的轮圈 匹配的是一个米其林E0月的轮胎 目前如果算上官方优惠 它的选装价格只要2000元 我觉得整体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第三点就是整个尾翔的装载能力 可以看到它采用的是一个仙背式的尾门设计 所以我们之前也说过 它整体的开口的大小 对于你取放行李的便利度是非常有帮助的 而且它整个开口的高度确实也坐得 在新动员车中算是挺低的 还是一个很好用的尾箱 而且我们现在其实已经装上了两个人的背包 包括行李箱 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空间还是比较有富裕的 另外就是它的后外座椅也是支持46比例放倒的 而且放倒以后基本能形成一个纯平的空间 它的这个坡度是非常非常小的 所以整体在装载能力包括可拓展性方面 这台车可以说是非常实用的 坐进车内的其实第一观感 你就能感觉到就是这台车也是顺应 现在一个主流的趋势 就是整体的设计还是比较简洁的 当然我觉得有一个小细节它处理的很好 就是它的整个仪表的设计 并不会像现在很多这种新能源车型 就是一个单独的屏幕直接立在那 它其实是把仪表融进了整个中控台的设计里面 而且上面是有这么一个底的 这样在太阳比较直射的情况下 就不会有那种看不清仪表 甚至说反光刺眼的问题 这个小细节注意的还很好的 那也包括说它其实其他地方 整个中控台压的都是比较低的 这样也能提供一个更好的驾驶视野 然后在用料方面你可以看到 就是它的整个中控台 包括座椅很多的位置 都是由这个纳化真皮 搭配上这种分毛皮的材质去组成的 整体的触感 包括这个视觉的高级感还是足够强的 那这点相比起它的这些直接的日系竞品 像什么雅阁 开美瑞 甚至包括说新能源的特斯拉 我觉得它整体车内给人的这种高级感用料的水平 还是要明显高很多的 那另外呢就是它整个车内的用料 也是有很多的环保材质的 所以我们这台车也是一个很新的 类似于试装车接近量产车这么一个状态 它的整个车内的这个空气环境是很好 基本上没有什么刺激性的味道 那我觉得这些方面确实都是和现在主流的国产车去看齐的 表现的还是很不错的 那第二点呢就是车戒 这台车用上了14.6英寸的中控台 而且内置的是8155的芯片 就是整个在硬件规格上我觉得也是超过了很多的这种合资的竞品的 那包括说它目前的整个就是UI的排布逻辑 也基本上是完全和自主品牌去看齐的 可以切换就是以这个地图为桌面 还是以这种壁纸为桌面 那包括说整个的功能牌 我觉得确实用起来是非常好上手的 基本上没有什么学习的成本 包括如果你用这个壁纸作为桌面的话 它也有这种快捷的道克兰 方便你去操作一些比较常用的功能 那另外就是这台车它的语音也是支持像比较主流的这种可见即可收 包括一句话控制多个指量 以及四音区的这种语音唤醒的 在语音的这种好用程度 包括可以控制的这个功能的丰富程度这方面的话 我觉得其实它在合资车中也算是非常突出的了 还有就是它也有像什么手势控制 包括情景模式 这种更加独特或者说更加有意思的小功能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整体在智能化这个层面确实是和自主品牌的产品完全看齐的 是目前主流的这么一个水平 第三点就是配置 这台车前排的两个座椅都是可以选择零重力座椅的 就带着腿拖 你日常开车的时候 其实这个腿拖就能给你小腿一个更好的成多 另外就是在你偶尔在车里休息的时候 它的整个这种舒适的体验也会更好一些 然后前方是有50英寸的ARHOE的 包括说这台车搭载了14扬声器的索尼的音响 我们简单听了一下 我觉得在这个价位来说 它整个音质包括调调的水平还是比较到位的 还有就是在一些智能化方面 这台车它是有哨兵模式的 说到哨兵模式 我觉得这台车其实是解决了 一直以来我们对日系车有一个很大的痛点 就是它的全景影像的清晰度 真的是要比之前包括那些竞品的日系车的 它的清晰度要高非常多了 目前它对于环境的观察的这种效果是明显要好很多的 还有就是这台车也有非常丰富的这种驳车的功能 包括它也支持手机的遥控驳车 包括也说也有循迹倒车的功能 还有就是它的无界的智能领航 我们在高速上简单试了一下 目前我觉得它就是对于整个加减速 包括车道保持的控制 以及它打灯变道这种利落的程度 都是已经具备一个很不错的实用性了 还有就是有一个我觉得挺不错的小设计 就是它的遮阳帘 它是做了一个中置的遮阳帘 也就是说它是把遮阳帘的卷轴 放在了整个车的中央横梁这个位置 这样就是一方面你不用担心 这个卷轴如果布置在车尾 会侵占第二排乘客的头部空间 另一方面你也不用再去说费劲的 去给大的天幕去安装遮阳帘了 我觉得这个设计是非常到位的 整体来看我觉得其实就是这台车 在配置这个方面确实也是足够的丰富 不但说是超越了很多合资的竞品 也确实是真的和国产车去看齐了 第四点就是后排的空架 我的身高一米Q左右 前排就是正常的驾驶坐姿 腿部空间基本上是两拳还有一定的富裕 然后头部空间坐得很正的情况下 基本上就是一个一直左右 就是头部有点扫底 但绝对不顶头的这么一个状态 这个空间我觉得还是绝对够用的 另外就是它的整个座椅 首先坐垫的长度确实说不上特别长 你可以看到这是有一定的这种空档的 但是我觉得它坐得好的点在于 整个坐垫上的角度比较合适 所以如果你一个相当来说比较放松自在去坐 你并不会觉得说它像一个小本带 然后你的腿有明显悬空的感觉 它的乘坐性我觉得还是到位的 另外就是靠位也说不上特别的躺 但是整体来说也不会把你窝在里边 所以我觉得目前它整个后排的实用性 还是能保证的 好那接下来呢 也是这台车非常重点的一部分 就是它的驾驶的表现 那这台车呢 是有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的 今天我们主要开的是纯电的车型 当然增程我们也开了 我觉得整体的感觉略有差别 但整体风格是完全一致的 那纯电车型 它是有480公里和600公里 两种续航的车型的 尤其是这个600公里 我觉得满足绝大部分场景的使用 应该是完全足够的了 那它的纯电车型 全系采用都是一个190千瓦 峰制扭矩320牛米的电机 而且都是采用的这种后驱的布局形式 那还有呢就是纯电车型 它是支持3C快充的 30%到80%电量 官方说它的最快充电时间 只需要15分钟 补能的速率上 我觉得也是达到了 目前这么一个主流的水平的 那在实际感受方面 这台车官方的零百加速是6.9秒 那这个动力水平 我觉得对于日常 绝大部分场景的驾驶 已经非常的充足了 而且我觉得它做的非常好的一点 就是它整个电门的调教是非常细腻且线性的 虽然说其实目前所有新端车型 它的这种响应都是不用担心的 但是能把这种比例感调得非常的高级线性的 细腻的这些车型真的不多 尤其在这个价位 那这台车你是可以通过非常细腻的去控制油门的开度 来去控制它的整个动力的输出 它的这种比例感非常好 而且又不窜同时又不会过于的慵懒 就是拿捏的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整体开起来是非常的自然和跟脚的 这点我觉得做的是很有高级感 另外就是它的刹车 除了说本身踩起来就是整体很扎实 而且释放的很线性以外 它的这个动能回收 在你抬开这个制动擦板的时候 整个建立起来也是非常的自然的 而且它的初段不会有那种很明显拖你一下的感觉 那比如说今天其实我们也开了特斯拉的Model 3 虽然说它现在是支持就是整个 它的这个动能回收力度大小的调节 但哪怕你调到最小 其实在你松开踏板的时候 它都会明显有拖你一下的感觉 而这台车它整个调教的就非常的自然 这点我觉得也是给人好感很强的点 然后就是它的底盘调教 首先它的转向我觉得就很马自达 就是它的整个止中感很强 同时呢就是它整个车头对于转向输入的响应 是非常非常及时的 基本上是你一转方向盘 它就相应的有动作 基本上是同步的 不会有那种比较延迟或者说拖辣的感觉 那同时呢它又不会像比如说Model 3 或者说小米那种 就是整个初段调教的过于敏感 就是它对于你转向输入的反应动作会有点偏大了 那这台车它在就是灵敏的同时 整个初段又不会显得转向比过于的小 就让你开起来又好上手 同时又非常的听话 这点我觉得做的是非常好的 那另外呢就是在这台车 尤其是在你高速转弯的时候 你会有明显的就是它整个车头是向弯内吸的这种感觉的 这个感觉其实在就是这种家用取向车中是非常少见的 它基本就是一般像性能车或者一些高性能取向的车型 才会有这种调的感觉 所以这台车会让你觉得非常愿意入弯 就是在弯中的表现非常的灵活 循迹性非常好 不会像很多这种家用车就是你比较快速的过弯的时候 有那种你必须瞪着方向盘把车往弯里瞪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就是这台车悬架的调校 我觉得这台车悬架调校确实是明显偏运动的 但与此同时啊就是它会把这些细碎的震动过滤的非常彻底 不会让你觉得整个悬架很碎 同时呢它对于路面一些比较明显的颠簸啊 你可以说它是比较清晰的 但是它整体对于动作是很柔韧的啊 就是在清晰的同时 不会说像老款的Model 3那种就是非常硬邦邦的啊 它是整个这种对于你身体感受到的回馈 我觉得是足够的舒服和有高级感的 那与此同时呢就是在你比较快速的过弯的时候 就是这台车它的整个侧向支撑性 我觉得做的非常到外 整个车头基本上是平的 就是它整个对于你侧向的加速度控制做的很好 不会有就是你速度快了以后过弯 然后明显把你往外抛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台车整体驾驶给你的感觉啊 就是它很听话很灵活的同时 它的极限很高 但同时又保证了驾驶的舒适性以及高级感 那在这方面尤其是在这个价位啊 我觉得它整个在操控方面的表现 确实是非常突出的 那最后呢我们可以回答一下那两个问题了 首先在智能化包括配置等等这些层面 我觉得这台车确实是像现在就是非常强势的 自主品牌产品去看齐了 那相比起盒子像雅阁啊 凯米瑞等等这些 它一直以来的竞品啊 那它的整个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 那第二点呢就是在操控方面 它确实延续了马达达一贯的这种操控方面的基因啊 那尤其是说啊就是在这个价位 绝大部分竞品都调教的比较中硬的状态下 那这种就是非常灵活的操控的这么一个调教方式 确实让这台车就有了很难替它的这种独特性啊 那当然最后就是一个13.98万的起售价 也让这台车的价格相比起这些合资竞品有明显的优势 甚至可以说是和自主品牌卷在了一起啊 那所以说对于那些就是愿意拥抱新能源 同时对驾控有比较高要求的用户来讲 我觉得这台车还是非常值得推荐一下的 这里是聚光电厂赛博车库 关注栏目了解更多新能源资讯